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参访海峡两岸基金会 不过媒体焦点关注两会会谈的发展 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 依照惯例两岸下一次的会谈应该会在大陆举行 将先就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来进行协商 至于会不会讨论到两岸互设办事处 林中森说会交换意见 两岸两会第九次会谈即将展开 陆委会主委网预期亲自证实 这个部分陆委会已经授权海基会 就服务贸易协议后续的协商谈判进行授权 所以接下来就是由海基会跟海协会 来进行后续的事务的推动 外界传言本次会谈将打破惯例在台湾举办 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否认 恢复制度化协商以后的第九次协商 那么因为第八次是台湾 所以第九次大概只要正常我们会到大陆 会谈内容方面除了签订服务贸易协议 会不会触及到敏感的两岸互设办事处问题 林中森没有正面回应 那么这个优先考虑的议题 会在接之协商双方也会来交换意见 那么当然也有一件事情会做 就是以往已经签的18项协议 那么到底落实的情形如何 也会做一个检视 5月初才发生大陆台商场防遭强占事件 引发关注 包括两岸投保协议等多个项目执行成效 令外界质疑 林成会能发挥多大功能 解决具体问题将是关注焦点 新台南台电视林家伟 审慧彤台湾台北报道